如果被感染了新冠发病到转阴是什么样的过程 我们的居家小药箱要不要调整呢 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浩今天发布了新冠发病七日图 以及居家药箱因被药物的名录 这道视频很重要 建议大家点赞收藏并且转发给自己的亲密好友 我来为大家梳理一下重点 发病第一天症状较轻会感到轻微的咽干咽痛身体乏力 第二天开始出现发热症状 部分年轻人高烧至39摄氏度左右 第三天症状是最重的一天 高烧39度以上浑身酸痛无力 第四天体温的高峰开始下降 很多人从这天开始体温降为正常 不再发热但仍然感到咽痛咽痒 一部分人开始流鼻涕咳嗽 第五天体温基本降到正常 但鼻涩咽痛咳嗽乏力仍然存在 第六天不再发热咳嗽流涕症状加重 可能出现核酸转移 到第七天所有症状开始明显好转了 核酸很大可能会转移 建议大家药箱里常备一些非处防药 比如莲花清温 货香正气胶囊 小柴胡汤颗粒 有预防的效果 另外加工可以常备次氯酸消毒液 做好消杀预防 具体名录给大家整理出来了 大家可以收藏一下